俄罗斯红宝石试射离奇失控 闯入居民区爆炸 显样致命悲剧 一款文明多年的名牌导弹 为何表现如此大跌眼镜 这个导弹真的就像赫勒夫特加一样 它没有方向感了 因为它的基准方向已经不存在了 印度布拉莫斯亮相军贸市场 俄总统客串红宝石推销员 师出同门的兄弟杀手 为何在国际舞台上演明争暗斗 印度就认为 当我的这款导弹问世后不久 很有可能就有对手要跟我走平 或者是说超过我的这个水平 一个是德高望重的叶剑朗大哥 一个是后来居上的反舰新生弹 红宝石与布拉莫斯 在国际军火市场的不期而遇 究竟会碰撞出怎样激烈的火花 在这种超音速反舰导弹这个领域 可以说印度跟俄罗斯走得比较淘汰 今日沙场 特邀军事专家宋忠平 曹卫东 为您深度解析 红宝石与布拉莫斯两款王牌导弹 从同门师兄弟走向竞争对手的幕后玄机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兄弟反目的双胞胎导弹 观众朋友 欢迎您收看本期沙场 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用相间合集这个成语来形容 两位本来属于同宗同源的亲兄弟 却偏偏反过头来刀光相见 手足相残 而实际上在竞争激烈的世界军火舞台上 就存在着这样两款师出同门却互相较劲的反舰导弹 他们就是俄罗斯的红宝石和印度的布拉莫斯导弹 不过在人们的眼中 这两位一个是以俄系经典武器招牌自居 立足反舰导弹圈多年的老大哥 而另一个却是师承前者 近几年才出出茅庐的新生代 双方本该是一脉相成同仇敌忾才是 为何去发展成为兄弟反目 同事操歌的反转局 而在讲究硬实力说话的反舰导弹世界里 红宝石又将与布拉莫斯上演怎样 意想不到的明争暗斗呢 这一切还要从近期红宝石导弹 一次令人大跌眼镜的试射说起 2015年12月15日 位于俄罗斯北部地区阿尔汗格尔斯克州的导弹发射靶场 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一辆俄军方专用的导弹运输车辆 运载着一枚改进型红宝石反舰导弹 缓缓驶入了发射场地的大门 根据俄罗斯机器制造科研生产联合体的安排 这款导弹将在该发射场 进行首次改进型号的试射任 当地时间上午11点 伴随着清脆的点火声 红宝石导弹迅速从发射架上窜出 飞向目标区 然而 就在这枚导弹刚刚飞出去不久 它竟诡异地偏离了既定领导 就如同喝了高度福特加一样 跌跌撞撞 随后一头栽进地面 装进了一栋三层的军民楼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事后 俄罗斯国防部紧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表示将对此次事故进行全面调查 然而 在俄罗斯军方看来 此次红宝石试射的糟糕表现 却与其曾经的王牌导弹形象大相径庭 据资料显示 红宝石诞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 属于第四代反舰导弹 它具备极强的超音速攻击能力 最高速度可达到2.5马克 几乎是美军现已 鱼叉反舰导弹速度的翻倍 这使得该导弹能够在6分钟之内 精确命中300公里之外的 敌方水面目标 这样一款以为快不破为信条的导弹 在研制之初 就被苏联定义为 最先进大型水面军舰的反舰力气 但如今 正是这样一款成熟的反舰导弹 在服役20多年后 进行再次试射时 竟如同一只初出茅庐的菜颜 在空中失去控制 跌跌撞撞 穿入军民区研发事物 不得不令国军方高层 感到有些匪夷损失 我们从喜照片来看 在这款导弹发射深空不久 很快就出现了一个诡异的路线 甚至被很多媒体比喻成是 喝了福特加的导弹 那么从这样一个诡异路线当中 我们能够判断出来 这款导弹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实际上这种情况 在整个导弹发射过程中 我们称之为姿态失稳 如果你这个姿态不稳定的话 你这个飞行轨迹就是乱的 就不可能按照预定的目标来飞 因为这种飞航式导弹的话 它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惯性指导 惯性指导飞行到一定的阶段 才启动它的末段指导 一般来讲的话 它采用是接连惯性指导的 这种指导方式 那么这种指导方式的话 它必须在发射之前 建立一个惯性的基准平台 但是这个基准平台 在发射之后 有可能会出现失稳 甚至这个平台就倒台了 一旦倒台之后的话 那么这个导弹 真的就像喝了福特加一样 它没有方向感了 因为它的基准方向 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它才会采取一种 诡异的方式来飞 那么我觉得这个 红宝石导弹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 惯性系统诈出了问题 所以说很可能是在发射深空 不久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另外说到红宝石导弹 我们说它是诞生于 上世纪90年代 应该是比较成熟的一款导弹了 可是时隔20年之后 我们看到再次发射 就出现了这样低级的一个错误 这个怎么去解释呢 我们先说红宝石 这个反舰导弹呢 它是在前面的一款 就是马斯基特导弹 也叫白领导弹 这个基础上来改进升级的 那么它在俄罗斯 或者西方的代号是SSN26 我们说这次试验 好像大家看到就不成功 但是它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改进的 也就是在原来红宝石的基础上 我要把它的射程搞得更远 我要研制它的尺寸 可能要更小一些 这个发射后的精度 或者是说它的弹道 再有一些变化 因为它可以进行这种蛇形的机动 而且是刘海五米 那么刘海五米呢 这样的话 这个舰艇啊 特别是大型的这种驱逐舰 或者航空母舰呢 它都在它的这个 跟自己的干旋呢 下面或者是平行的 这样的话雷达很难发现 而且呢就是拦阻射击的时候 也比较困难 所以这款导弹的突防性非常强 那么它现在是处于一种 在陆地上的试验的过程中 所以它的某一个部件 可能是发生了问题 所以导致了 它在试验中就发生了偏差 没有几种预定的目标 但是呢 这是它的就是试验中的一个失误 或者是一次失误 它不能呢 就因为这次失误 就整个把红宝石这款 超音速的反舰导弹给否定了 因为目前 世界上作为反舰导弹 而特别是超音速来讲 它还是非常先进的 所以说呢 红宝石在升级的过程当中 出现一些小插曲 也是在所难免的 不过与这相比呢 与红宝石师出同门的 另外一款导弹 现在发展的可谓是顺风顺水 究竟是什么情况 我们一块去了解一下 2015年11月3日 刚刚下水不久的 科清号驱逐舰 正在一望无际的 印度洋上高速航行 作为印度海军 首款装备垂直发射系统 具备区域防空能力的 宙斯顿级驱逐舰 科清号的一举一动 都是印度海军的最高机密 然而 今天它出现在这片海面上 却是心甘情愿 为一个小角色充当配角 随着舰长的一声令下 一枚反舰导弹从战舰的 垂直发射行李点火升空 在印度洋的上空 以2.5马赫的高速 划出了一道清晰的弧线 准确击中了位于 300公里之外的一艘舶船 根据一位印度官员透露 此次试射成功的反舰导弹 名为布拉莫斯 它是印度与俄罗斯专家 共同研制的王台武器 而值得注意的是 两国共同研制布拉莫斯的蓝本 正是此前已经名声大噪的 红宝石反舰导弹 因此无论是外形还是性能 布拉莫斯都与红宝石十分接近 据悉 从这款新型导弹诞生之日起 印度军方就将布拉莫斯 视为未来对付航母的杀手锏 迅速签署了订单 大批量采购该型导弹 并在国际市场上 对其大肆宣传 按照印度提供的数据 这种射程达到 290公里的反舰导弹 能略海飞行 最高速度为2.8倍音速 印度军方认为 在同类导弹中 比布拉莫斯打得远的没它飞得快 比它飞得快的没它打得远 再加上它采用独特的隐形设计 可以大幅降低 其被敌方雷达侦测到的概率 为此 印度媒体甚至夸下海口 成布拉莫斯是世界上 第一的反舰导弹 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 印度海军在为科金号驱逐舰 试射布拉莫斯导弹的时候 还没有正式的服役 那么按理来说呢 对于这样的一款新型的舰艇 应该选择一款乘出稳定的导弹 但是呢 印度却选择的是一款 刚刚诞生的布拉莫斯导弹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印度在这个问题上呢 它是一种齐头并进的 也就是一种体系化的设计 就是我在舰艇研制的过程中 同时我的导弹也在研制 因为布拉莫斯毕竟是 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的 一款超音速的反舰导弹 那么新型的驱逐舰呢 也是这个印度呢 想以自己的这种 依靠自己的这种能力 来建造的一款新型的舰艇 所以它都用自己的东西 来这个打造这样的先进装备呢 其实有这个印度实现 就是装备国产化这个意图 那么我们再看 就是布拉莫斯导弹 实际上布拉莫斯导弹呢 它也是在红宝石的这个基础上 研发而来的 有人说呢 它就是这个印度的红宝石 因为它的这款反舰导弹 装上之后呢 与世界上包括美国的 这个鱼叉反舰导弹相比 它一点都不落后 而且是属于一种领先的水平 所以印度是希望 自己的驱逐舰上 装载上先进的这种反舰导弹 所以说印度对布拉莫斯 应该说是非常有信心的 另外其实刚才曹老师也提到了 这个布拉莫斯也是在 红宝石的基础上 研制出来的 而如今我们似乎是看到 布拉莫斯抢了红宝石的风头 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这个导弹呢 实际上是印度跟俄罗斯 两条河的一个简称 那么把两个河加在一起 叫布拉莫斯 显示这两个国家的友谊 那么这个导弹研制 确实是印度现在所急需的 包括你看印度 现在它的水面舰艇上 包括它的陆基的某些 对地攻击的导弹里面 大部分是弹道导弹 这种巡航导弹确实很少 尤其是超音速巡航导弹 非常的少 所以印度就非常关注 这种导弹的研发 跟印度之间进行合作的话 对俄罗斯来讲也是有好处的 为什么呢 俄罗斯可以说 基本上我不出钱 我出技术 由印度来出所有的资金 咱们在印度打造一个 联合生产的工厂 然后来生产这种武器装备 在原有的红宝石的基础之上 我还可以给它提高 它的基础的性能 你像之前的比如惯性制导系统的话 可能采取的是普通的陀螺仪 那我在这儿可以采用激光陀螺仪 这样的话 它的整个制导精度 就比以前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高 包括它的墨制导 我究竟用的是被动雷达 还是主动雷达 在这儿也可以做一定的改进 还有一点的话 就是从红宝石本身来看的话 它主要还是惯性制导 加雷达制导 它只要是两种制导方式 到了布拉莫斯的话 实际上它采用了更多的符合制导 这样的话它的打击精度 就比以前要强 应该说布拉莫斯导弹 能有现在的成就 这和印度的积极推进不无关系 那么就在印度的布拉莫斯导弹 登上印度国产的驱逐舰的时候 我们看到 与它在实力方面 不分伯仲的红宝石 却很难找到一款 合适的搭载平台 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通过短片我们去了解一下 1985年秋季 一场苏联军方高级别部长会议 在莫斯科召开 这场会议 云集了海军武器研发领域的 多位专家 他们在会议上提出 研究一款新型反舰导弹 以取代当时已经日渐老旧的白领 新导弹的名字定为红宝石 按照当时苏联海军的规划 红宝石导弹 属于一款典型的 海基平台的反舰导弹 主要装备在苏联海军的 基洛夫级导弹巡洋舰舰 和巡航导弹核潜艇上 就在红宝石研制成功之后 这款威力极强的第四代反舰导弹 却陷入了没有用武之地的尴尬处境 由于其同时代研制的 花岗岩大型反舰导弹提前装备部队 导致红宝石就此错过了 在基洛夫级巡洋舰上列装的机会 而之后 虽然军方在建造 北德文斯克号核潜艇时 特别点名将搭载红宝石反舰导弹 但在建造过程中 这艘新型潜艇的建造难度 远远超出了设计人员的想象 从开工建造到服役 总计花费了长达十年的功夫 令红宝石导弹不得不为此 陷入了漫长的导弹 然而 柳万花明峰回路转 进入21世纪之后 随着俄罗斯军力的日渐恢复 怀才不遇的红宝石反舰导弹 却意外在一款陆基平台上 找到了恶小点 2001年 总理普京宣布重新阵型俄军工产业 并亲自将发展 红宝石反舰导弹多功能发射平台 列为一项优先任务 在他的大力推动之下 科研人员在红宝石导弹的基础上 研制出了一款新型的陆基反舰发射系统 并改名为堡垒 据悉 堡垒自行发射装置 采用MZKT7930四轮卡车底盘 携带有两个8.9米长的发射筒 在准备发射导弹时 发射筒需要垂直竖起 让底部接触地面 之后再将导弹打入空中 而正是由于堡垒系统 采用了与世界上大多数反舰导弹 截然不同的垂直发射方式 在面试之初 很多西方国家 甚至将它与S300 S400等防空导弹混乎一台 我们说红宝石本来是一款 为海军研制的第四代反舰导弹 它为什么没有出现在 比如说基洛夫级或者是光荣级 这样的大型舰艇之上 反而是在一款陆基平台 堡垒暗基反舰导弹上 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呢 我认为把这款新型导弹 放到老式的这种舰艇平台上 你的雷达你的电子的设备 很有可能是跟不上趟 因为你要给它制导去 你又是那么超音速的 这么一款导弹 那么你雷达一定要看得远 或者是你用直升机起来 给它制导 这样才能让它打得准 不然的话它就速度又快 它这个再分辨不出目标来 一有电子干扰 或者一找不着目标 那就迷失了 所以这个导弹就白打了 而把它作为一款暗基的 这种高速的巡航导弹来使用 因为这样的话 它很有可能 就是目标能够扑得准 它能够找得着海上的目标 因为它是一个固定的发射 很有可能给它输送的 这些信号 电子信号 这些设施它能够跟得上 所以我们看到 它在使用上的时候 并没有上舰 而是在这个陆基上 当作反舰的导弹来使用 另外说到堡垒陆基反舰导弹的时候 它和以往的倾斜发射不同 它采用的是垂直发射 乍一看 跟这个S-300 S-400 都非常的相像 那么当时俄罗斯采用这样的一个设计 究竟是处于什么样的目的 我觉得垂直发射 是非常有好处的 这实际上表明 苏联人早就明白一点 你这个反舰导弹 要想做到全方位 360度能够有效的攻击目标的话 你只有做到垂直 才能够做得更好 为什么呢 比如你要是采用倾斜式发射 你像现在包括美国的 很多鱼叉式导弹 包括法国的很多飞鱼导弹 都是倾斜式发射 但你倾斜式发射的话 这个倾斜箱它会有个旋转 这样的话 就会让你的快速反应能力有限 还有一点的话 一般来讲 这种倾斜发射的话 它这个导弹会有一个射击扇面 这个扇面的话 如果你的制导能力比较强 可能可以做到60度 如果你的能力不强的话 就是30度 30度的话就表明 你这个发射箱需要旋转 但是我如果能够做到90度垂直 这样的话 我360度哪个方向我都能打 这种效果就会好得多 包括你像堡垒这个导弹 它实际上就是一款陆基的反舰导弹 它就是把红宝石放在里面 来执行这种对某些近岸的目标 进行打击 它实际上就贯彻了这种方式 那么从这种方式来看的话 美国未来也会采用 只是美国现在 它的反舰导弹是鱼叉 沿袭下来 一直采用这种倾斜式发射的方式 它未来在研制的超音速 包括它的所谓的隐身的导弹也好 它会想办法跟它的马克斯要系统要混装 混装的目标就是要把它的反舰导弹 也要装到这里面 这实际上表明这是一个发展趋势 俄罗斯人这么做 也是因为这就是发展的方向 所以这么对比来看 确实能看到垂直发射它的优势 另外呢 其实刚才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分析出了 俄罗斯为了让红宝石 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 他们也准备将红宝石推向国际市场 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 挡在它面前一个强劲的对手 就是尸出同门的布拉莫斯导弹 红宝石诞生多年之后 终于在堡垒陆极导弹发射系统上 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并由此演变成一款真正的王牌武器 然而 就在俄罗斯将红宝石导弹 推向它的下一个目的地 国际军火市场时 却发现 摆在它面前的最大竞争对手 竟是与其失出同门的布拉莫斯 印度与俄罗斯上演攻关拉锯战 布拉莫斯与红宝石 为何陷入内部竞争的冠权 他把认为红宝石跟布拉莫斯之间的竞争 是能性竞争 对自己是有百利而无遗憾 俄总统亲自客串红宝石推销员 反见老字号的红宝石导弹 能否成功反击来势汹汹的布拉莫斯 你要放眼看到世界上 在超音速的反舰导弹的这个行列里面 它面临着非常强的这个竞争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俄罗斯红宝石试射离奇失控 闯入居民区爆炸 显样致命悲剧 一款文明多年的名牌导弹 为何表现如此大跌眼镜 这个导弹真的就像赫勒夫特加一样 它没有方向感了 因为它的基准方向已经不存在了 印度布拉莫斯亮相军贸市场 俄总统客串红宝石推销员 失出同门的兄弟杀手 为何在国际舞台上演明争暗斗 印度就认为 当我的这款导弹问世后不久 很有可能就有对手要跟我走平 或者是说超过我的这个水平 一个是德高望重的业界老大哥 一个是后来居上的反舰新生代 红宝石与布拉莫斯 在国际军火市场的不期而遇 究竟会碰撞出怎样激烈的火花 在这种超音速反舰导弹这个领域 可以说印度跟俄罗斯走得比较好奇 沙场推出兄弟反目的双胞胎导弹 正在播出 如今在竞争加剧的国际军火市场里 一款反舰导弹能否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稳定销路 已经成为衡量它是否成功的关键标志 虽然凭借多年来的苦心经营 红宝石导弹已经在国际军火市场上 为自己树立起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口碑 但是由于近年来 印度加大了对布拉莫斯导弹的宣传投入 使得这款导弹的知名度 在国际军火市场上迅速提升 大有迎面赶超红宝石之势 那么面对来势汹汹的后起之秀 作为前辈的红宝石导弹 究竟将如何应对布拉莫斯导弹的正面挑战呢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2010年2月18日 一场规模庞大的防务展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隆重举行 这场展会吸引了世界多国的军方人员到场参观 而作为此次展会的主办国 印度也在展会大厅最显著的地方 亮出了其与俄罗斯合作研制的 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弹 据一位印度官员透露 为了推动这款导弹进军国际军火市场 印度正与至少四个国家谈判具体的外销事 并称智利 南非 巴西 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 都在争相购买这款性能出色的反舰导弹 但在这款印俄两国联合研制的导弹的出口条件上 印度官方却私自拟定了一些限制性能凯 并以该导弹不出售给不友好的国家为由 单方面决定到底卖给哪个国家 但有俄罗斯专家表示 按照当时印度与俄罗斯两国达成的协议 印度仅占有布拉莫斯导弹出资份额的五成 其单方面决定售卖布拉莫斯导弹的行为 似乎有些过于独断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 布拉莫斯的目标市场 大部分都是俄罗斯军火的传统客户 印度私自卖给他们武器 显然会对俄罗斯武器的出口 产生十分不虑的影响 面对印度私自向多国推销布拉莫斯导弹的做法 俄罗斯表面上虽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并没有对其提出过多的意义 但在背后 莫斯科却已经开始了行动 就在印度将布拉莫斯导弹 推向国际市场后不久 俄罗斯便向中东地区买家 一次性打包销售了价值3亿美元 总计72枚红宝石反舰导弹 对此有分析人士表示 这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着印度和俄罗斯 在国际军火市场上 已经开始了激烈的明争暗斗 我们知道布拉莫斯导弹 是印度和俄罗斯共同研制的 那如果推销出去 对于俄罗斯来讲也是受益的 但是在此过程当中我们发现 就在印度推销布拉莫斯导弹的时候 俄罗斯也在向外推销 红宝石导弹与其竞争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 我觉得这是个良性竞争 对俄罗斯对印度都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可以变数 一些世界范围内的反舰导弹 尤其是超音速反舰导弹 数量并不多 实际上真正可圈可点的 除了我们中国拥有的这种导弹之外的话 就是俄罗斯印度拥有超音速反舰导弹 美国包括法国 现在它的飞鱼也好 它的鱼叉导弹也好 都是高压因素 所以在这种超音速反舰导弹这个领域 可以说印度跟俄罗斯走得比较靠前 那么如果某一个地方需要买这种导弹的话 印度可以把他们联合研制的 这个布拉莫斯拿过去 那么俄罗斯也能把自己的红宝石拿过去 从某种程度来看的话 无论你这个国家选择哪个 对我俄罗斯是都有好处的 只是说如果俄罗斯如果能够把红宝石卖到外面去的话 它百分之百的挣钱 所有的钱都装到自己的腰包 如果你要卖给其他国家 是布拉莫斯的话 可能俄罗斯挣到了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六十 就是我少挣了百分之四十的钱 我能不能接受 另外我们说在印俄这次合作当中 也有些细节值得我们关注 比如说这次印度的出资份额是五成 但是我们看到在真正出口的过程当中 印度其实是暗自定下了一个 不出售给不友好的国家这样的一个规则 那么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形状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任何国家 我觉得在出售军火的时候 它都会考虑到就是政治因素 外交因素还有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就是挣钱了 印度是把这些导弹 它卖的时候 它肯定要考虑这个政治因素在里边 就是说这些导弹如果卖出去 会不会就是别人用来打击我 所以它在卖的时候 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 也是其他很多国家在出售军火的时候 一个常用的方式或者是常用的标准 你比如说美国它在出售军火的时候 同样是这样的 就是说它把这些武器装备 对很多划定的国家 它都不能出售 采取一种歧视性的政策 或者是说哪些越先进的武器装备 我可以卖给自己的比较密切的盟友 比如说是像英国 法国或者以色列 这样的国家 我可以卖你比较先进的武器 那么次一等的盟友 我可能再卖其他的技术装备不太先进的武器 用了若干年的或者是二手的 比如说它给菲律宾的时候 一个是它考虑经济因素 还有一个政治原因 那么印度它在出售布拉莫斯导弹的时候 毕竟这是一款超音速的反舰导弹 它的性能也是比较好的 所以它在出售的时候 大家考虑一些所谓的就是政治因素 所以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武器出口销售哲学 而面对印度这样的一种看人卖武器的营销方式的时候 俄罗斯却为自己的红宝石导弹请来了一位重量级的推销员 究竟是谁 我们继续往下看 2009年10月26日 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机器制造科研生产联合体公司总部大楼里 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维杰夫 在左右保镖的护卫下 走进了该公司的导弹实验车间 对堡垒案级反舰系统进行参观 陪同参观的专家们 为梅德维杰夫讲解了该系统的工作原理 并演示了该导弹如何在50秒内进入战斗状态 俄罗斯媒体称 梅德维杰夫的这一做法 无疑是在为红宝石导弹打狂扣 而就在此次视察即将结束之时 机器制造科研生产联合体的总设计师 亚历山大利昂诺夫 却送给梅德维杰夫一个用钛金属做成的 布拉莫斯反舰导弹模型 令外界对于俄罗斯政府 到底更青睐红宝石 还是布拉莫斯哪款导弹产生了疑惑 红宝石和布拉莫斯的竞争日趋激烈 即使俄罗斯总统亲自出面 也难分胜负 而如今 一位更重量级大牌明星的出场 似乎让胜率的天平 瞬间倒向了土生土长的红宝石 2015年12月20日 在俄罗斯北方造船厂进行的一项 特殊工程接近完工 该工程的主要内容 就是对第二艘基罗夫级巡洋舰 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 进行现代化改造 据该舰设计者介绍 更新后的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 最大的亮点 就是加装了红宝石超音速反舰导弹 它将让这艘重型武库舰如骨添翼 帮助其成为俄海军现役舰艇中 攻击火力最强的水上王牌 我们看到在09年的时候 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梅德·维杰夫 应该说是亲自客串了一架 红宝石导弹的操作员 但是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在这次客串完之后 那么军工企业的负责人 竟然送给梅德·维杰夫 一个布拉莫斯导弹的模型 可能外界就比较好奇 布拉莫斯导弹和红宝石导弹 俄罗斯更加看重哪一个 实际上这个消息 给人两种含义在里面 首先你想梅德·维杰夫 作为一个武器装备的推销员 你看布拉莫斯导弹 已经和印度完成了这种联合研制 这就是一次壮举 我们未来的这种武器销售模式 可以采取这种方式 而且把我们的武器装备 大量的向海外进行出口 所以这是一次成功的范例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点的话就是 你像成立的这样一个 联合生产布拉莫斯的厂 双方都有股份 可能我出的更多是技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研制出来一款 升级版的红宝石 对于俄罗斯本身来讲 是有好处的 实际上红宝石 你要想一步一步的 把它的红宝石一 红宝石二 红宝石三 更多的改进型号拿出来的话 这就需要更多的合作 印度不管怎么说 它在西方世界能够左右逢源 能够有一定的技术 是配套到这里面 所以对于红宝石的改进来讲的话 或许有一定的帮助 但主体的技术 核心的技术 只要控制在我俄罗斯 相关的生产厂家里面 对我来说就是好事 对我自己的生产 这种战斗力的生成 也是非常有好处 所以我觉得这款导弹 送给了梅德维杰夫 恰恰表明 你这是一个好的推销员 同时也是我们战斗力 生成一个很好的促进者 同时我们发现 被称为武库舰的 第二艘基洛夫级巡洋舰 搭载的就是红宝石导弹 这也成为了盖建的一大看点 那我们说 基洛夫级搭载红宝石 究竟是一种强强联合 还是借着基洛夫级巡洋舰 来为红宝石做广告呢 这的确是一种强强联合 因为我们说 这个武器平台 它一定是一个体系 任何一个短板 都会导致它这个整个体系 作战能力的下降 我们先说基洛夫级的巡洋舰 首先基洛夫级的巡洋舰 它的吨位很大 那么你加装红宝石的 这种新型的反舰导弹之后 就会使这款巡洋舰的 作战能力大幅度提升 因为你原来的 比如莫斯科级的 这种导弹巡洋舰 它装备的是马斯基特或者白灵 这种反舰导弹 它的速度不如红宝石 它的打击距离不如红宝石 它的发射方式 也是导弹发射架的 也不是垂直发射的 所以它的整体的反舰的能力 是要低于基洛夫级的 所以我们看到 通过基洛夫级的这种巡洋舰 加载了这种 就是新型的红宝石的反舰导弹以后 舰也强了 导弹也有更好的用武之地了 你放在其他舰上 它可能给你指引不了目标 或者是没有这样垂直发射系统 也不能形成一个体系 所以这样应该说是 你刚才讲的一种强强的联合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预见的就是 红宝石反舰导弹 未来将会成为 基洛夫级的一个王牌武器 而与此同时 我们看到印度 也为布拉莫斯导弹 制定了一个全面的升级计划 据说在升级之后 它可以全面超越红宝石导弹 并成为世界上 飞的速度最快的反舰离器 俄罗斯不断加大 红宝石导弹的宣传力度 令这款老式导弹 重新焕发出新的升级 而对于与红宝石 无论是定位还是功能上 都无限接近的布拉莫斯而言 要想完全超越前者 似乎已经成为天方夜谈 为此 研制全新一代的布拉莫斯反舰导弹 已经成为印度海军 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 布拉莫斯2变身高超音速武器 布拉莫斯能否在与红宝石的 竞速赛中完成强势超车 世界上可以说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有这么快速的这种导弹 印俄领导人胜赞布拉莫斯合作模式 俄罗斯为何会在关键时刻 胳膊肘往外拐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的话 花你的钱办我的事 大家一块挣钱 为什么不干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俄罗斯红宝石试射离奇失控 闯入居民区爆炸 显样致命悲剧 一款文明多年的名牌导弹 为何表现如此大跌引进 印度布拉莫斯亮相军贸市场 俄总统客串红宝石推销员 师出同门的兄弟杀手 为何在国际舞台上演明争暗斗 印度就认为 当我的这款导弹问世后不久 很有可能就有对手要跟我走平 或者是说超过我的这个水平 一个是德高望重的业界老大哥 一个是后来居上的反舰新生弹 红宝石与布拉莫斯 在国际军火市场的顾气而喻 究竟会碰撞出怎样激烈的火花 在这种超音速反舰导弹这个领域 可以说印度跟俄罗斯走得比较好奇 沙场推出 兄弟反目的双胞胎导弹正在播出 面对俄罗斯堪称 全国总动员班 为红宝石导弹打广告的做法 另一项主打布拉莫斯导弹牌的印度 似乎嗅到了一丝危机感 并立刻为布拉莫斯反舰导弹 制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计划 而此次升级一旦成功 布拉莫斯将有望成为全面超越红宝石 从而成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反舰导弹 不过俄罗斯真的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 玩牌反舰导弹 被布拉莫斯就此赶超而无动于衷吗 2013年2月5日 在第九届印度航展上 一款外形颇为科幻的反舰导弹模型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尽管这个模型外观看起来有些粗犷 只是简单勾画出了导弹的大体轮廓 但通过导弹前端棱角分明的设计风格 依然可以判断 它采用了大量的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技术 此外 在诞生的白色区域 赫然用英文标注着布拉莫斯2的字样 据俄媒体报道 布拉莫斯2型导弹 虽然将沿袭布拉莫斯1型导弹的合作模式 由俄罗斯与印度的专家共同研制 但新型导弹将大量采用印度本土技术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印度高超音速技术的发展现状 据悉 双方研制的布拉莫斯2型导弹的飞行速度 将达到罕见的7码度 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装备此类武器 据媒体报道 目前所有的防控武器都不可能拦截这种导弹 其潜力可与战术核武器相提并论 我们知道布拉莫斯导弹诞生的时间并不长 可是如今印度又紧接着提出了 布拉莫斯2型导弹的研制计划 那么为什么对于这样的一款导弹的升级 印度却如此迫切 其实印度这个问题看的还是有前瞻性的 因为印度当把这个布拉莫斯导弹装配在自己的国产的驱逐舰和护卫舰上的时候 实际上他就在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虽然我的这款导弹是比较先进的 但是你要放眼看到世界上在超音速的反舰导弹的这个行列里面 它面临着非常强的这个竞争 那么印度就认为当我的这款导弹问世后不久 很有可能就有对手要跟我走平 或者是说超过我的这个水平 所以我在装备布拉莫斯导弹的同时 必须要研制一款更新型更先进的导弹 使我有一定的优势保持在这个方面 所以印度很快就研制了布拉莫斯2型的这种导弹 而布拉莫斯2型的导弹呢 与这种布拉莫斯导弹呢 又是有了一个大大的提升 因为什么呢 它采用了一种高超声速的这么一种方式 也就是说它是亚燃和这个超燃的这种冲压发动机 那么最快可以达到七倍的音速 那么过去呢 它只能达到三倍到四倍的音速 现在是七倍的音速 那么世界上呢 可以说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有这么快速的这种导弹 那么这个技术呢 并不是说印度 我马上想搞出来就能搞出来 所以它在研制布拉莫斯2的时候 还是和俄罗斯这个进行合作 那么俄罗斯呢 是NPO这个火箭设计局 参与了跟这个印度的合作 也就是要利用俄罗斯已经掌握的一部分 亚燃和超燃的技术来为印度服务 所以亚燃就是说 它低于6马赫的时候 它用这种亚燃这个发动机 然后呢来进行工作 而在超过了六倍音速的时候 也就是要达到七倍音速的时候 它用超燃的这种发动机 来进行冲压式这种 所以它在两个不同的 就是音速的 就是不同的速度的时候 它用不同的发动机 这样使对手的 就是拦截的时间 是非常短暂的 那么它的突发能力 当然就很强了 所以它也是在为自己更新型的武器装备 也在奠定一个基础 所以它这一步呢 应该说是有很大的前瞻性在里面 另外我们看俄罗斯方面呢 对于印度提出来的这个布拉莫斯2导弹的研制 应该说它也是双手三成 并且答应要合作的 可是开篇我们也提到了 红宝石导弹在射射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重大事故 那么应该说武器研发的话 应该是从自家来出手 但是我们看到 它帮助印度来研制布拉莫斯2导弹 那是不是说有点胳膊肘往外拐 不存在这个问题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的话 花你的钱办我的事 大家一块挣钱 为什么不干呢 而且研制这种高潮因素的反舰导弹 对于俄罗斯来讲的话 也是现在它所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 研制这款导弹实际上是很烧钱的 但是呢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的话也是未来的发展的方向 所以俄罗斯呢 现在也算是给印度画了一张大饼 就是我们下一代的布拉莫斯导弹 必须给它提到一时日程 然后双方一块来进行研制 这个研制费用呢 应该是由你印度承担大头 我呢 主要提供一定的资金再加上更多的技术 而且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在高潮因素武器发行上 已经具备了很强的技术积累 所以只需要把这些技术呢 给它转化成实用的导弹 这个方面就能够让它形成一定的 这所谓的战斗力 所以也希望能够跟印度之间加强合作 这种合作确实是做到了互利双赢 让双方都能从中受益 所以说无论是印度还是俄罗斯 都希望布兰摩斯二型导弹能够研制成功 不过呢 对于印度来说 为了获得俄罗斯的全面支持 应该说呢 它还特意邀请了一位重量级人物 亲自上阵 究竟是什么情况 我们继续往下看 2015年12月24日 圣诞节前夕 随着一架红色波音747专机 缓缓降落在莫斯科机场 印度总理莫迪开启了上任以来 对俄罗斯的首次国事访问 而与他一同随机抵达的 还有一份价值70亿美元的圣诞大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莫迪此次来访的主要目的 就是与普京商谈军事技术合作 在这份高达70亿美元的军购名单上 包括了直升机 反导系统 潜艇等各类先进武器装备 而就在莫迪抵达莫斯科的当晚 俄罗斯总统普京 更是在克里姆林宫 为他举行了非正式晚宴 晚宴上 普京特别谈到了 印俄双方共同研制的布拉莫斯导弹 并希望以此作为成功典范 进一步深化两国之间的 武器研制合作 然而 就在外界以为 印俄两国将借此开启一段 军事合作的蜜月期时 由西方媒体 却对这场印俄军事技术联姻 泼了冷水 他们指出 至今为止 俄军依然没有采购任何一枚 俄印联合研制的 布拉莫斯反舰导弹 而这种对于 布拉莫斯不闻不问的态度 正在表达 俄军方对于这款武器的性能 似乎并不认为 而这无疑将能为今后 印俄两国共同研制 布拉莫斯二型导弹的合作 增加了更多 我们看到在这次 印度总理莫迪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 会谈当中 双方一致肯定了 布拉莫斯导弹合作的成功案例 但是有一个问题出现了 既然双方的合作状态那么好 为什么俄罗斯现在 仍旧使用的是红宝石导弹呢 其实这里面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的话 红宝石导弹从上世纪 就已经研制成功并且服役 还有大量的库存的导弹 那么这个库存的导弹 你总得去消化吧 所以这个导弹肯定要用 另外来看的话 布拉莫斯导弹 如果说白了 它是俄罗斯外销武器的 一个外贸型号 既然是外贸型号的话 那么客户想把它叫什么名字 咱们就一块来说 它叫布拉莫斯 还叫什么都行 实际上是顺着客户的意思来走 那么这款导弹 既然是在我俄罗斯 技术支持下完成的 那么我俄罗斯国内 也具备这种导弹的生产能力 我不可能把它叫成布拉莫斯导弹 我可能把它叫成 所谓红宝石二或者红宝石三 这是国内型号的一个编号 所以我不可能按照国际市场的编号 来命名我自己不对 所使用的一个型号 这两种导弹从体制上既有关联性 可能也具有一定的区别性 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 因为刚才我所提到 红宝石导弹也好 包括布拉莫斯导弹也好 它可以采取这种 卫星导航的中继指导 甚至能够拿它作为 整个逐源计算的目标的标定 那么这里面的话 印度跟美国关系挺好 它是不是可以考虑 给上面加装一个GPS的导航 而不是俄罗斯的格罗纳斯的导航 这实际上就会让这种导弹 具备双模的卫星导航 哪个信号强我用哪个 而作为俄罗斯的红宝石导弹 它不可能在自己的导弹上 加装一个美国的GPS的卫星的导航 这就是两者之间的 一个本质的区别 所以从俄罗斯自身来看的话 它会力主于自己的作战体系 来推销自己的红宝石导弹 那么从印度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既可以站在俄罗斯的角度 我也可以站在西方的角度 共同来推销这款导弹 所以就会把这款导弹的市场 更好的向国外进行推销 这个也符合俄罗斯的利益 但是曹老师在您看来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 就是如果说布拉莫斯的二型导弹 研制成功的话 它将会全部取代 目前俄罗斯的红宝石导弹 从而成为俄罗斯和印度共用的一款反舰利器呢 其实俄罗斯它完全不必用布拉莫斯二 因为它可以用红宝石二 因为红宝石是它现在的 就是最新型的反舰导弹 那么既然我掌握着核心技术 而且我这个俄罗斯有着 格罗纳斯这种导航系统 包括它的这种自己 就是军队内部使用的数据链 我干嘛要使用和印度这种合作的导弹呢 那么我完全可以在我红宝石的基础上 就是延长它的红宝石导弹的这种射程 就是加快它的这种推进的速度 就是也使用这种亚燃和超燃的这种发动机 使它的速度也可以达到7马赫 也就是说既然它和印度能够合作 那么俄罗斯也能够单独的 把这些技术拿来为己所用 所以它只要升级红宝石就可以了 它不必再和就是印度联合研制的 这种布拉莫斯来为俄罗斯所用 从红宝石与布拉莫斯 两款反舰导弹多年的利益揪过 生动地体现了印俄两国 在军事技术发展上 一种合作与竞争共存的复材关系 而今后究竟是酒精沙场的红宝石 能够抢占先机 还是后来居上的布拉莫斯更胜一场 也许他们只是缺少一个 在国际舞台上证明自己的机会 T50遭遇离奇事故 不正常的下滑轨迹 暴露出哪些显为人知的技术缺陷 韩美联手孕育T50 多年磨一剑的明星战机 为何竟出现事半功倍的尴尬效果 T50机背惊现奇葩古包 看似腰间盘突出的奇特设计 到底有何妙用 奇风对手的T50教练机 能否在群雄逐鹿的军火市场上拔得头筹 沙场敬请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